耶利米书第26章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靖开始执政的时候 有这话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利米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要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子里 对来自犹大各城到耶和华殿敬拜的人 把我吩咐你对他们说的一切话 一字不漏告诉他们 或者他们肯听从 个人转离自己的恶道 我就回心转意 不把我因为他们恶行 原想要施行的灾祸 降给他们 你要对他们说 耶和华这样说 如果你们不听从我 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 不听从我差遣到你们那里去的 我的仆人众先知的话 我不断差遣他们 但你们一直都不听从 我就必使这殿像世罗一样 使这城成为地上列国咒诅的对象 耶利米在耶和华殿里所说的这些话 众祭司 众先知和众民都听见了 耶利米说完了 耶和华吩咐他对众民所说的一切话 众祭司 众先知和众民就抓住他说 你必要死 你为什么奉耶和华的名誉言说 这殿必像世罗一样 这城必变为荒场 没有人居住呢 于是众民在耶和华的殿里 集合到伊利米那里 有大的领袖听见了这些事 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 坐在耶和华殿里新门的入口 祭司和先知对领袖和众民说 这人应该处死 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 正如你们亲耳听见的 耶利米对众领袖和众民说 耶和华差遣我预言你们所听见 一切攻击这殿和这城的话 现在你们要改善你们所行所做的 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话 耶和华就必回心转意 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你们 至于我 我在你们手中 你们看怎样好 怎样对 就怎样待我吧 不过你们要确实知道 如果你们杀死我 就必使无辜的人的血 归到你们和这城 以及这城的居民头上 因为耶和华实在 差遣了我到你们中间 把这一切话传到你们耳中 于是众领袖和众民 对祭司和先知说 这人不应该处死 因为他奉耶和华 我们神的名对我们说话 那地的长老中 有几个人起来 对集合在场的全体人民说 在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 摩利沙人 弥加对犹大的众民说预言 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 西安要向田地被更离 耶路撒冷必成为废墟 这殿的山必变为 杂树丛生的高刚 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 可曾把他处死呢 西西家不是敬畏耶和华 求他开恩 以致耶和华回心转意 没有把他所说的灾祸 降在他们身上吗 但我们现在竟自招大祸 曾有一个人 就是激烈耶临人 士玛雅的儿子乌利亚 他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 攻击这城和这地 他的预言和耶利米所说的一样 约亚晋王和他所有的勇士 以及犹大的众领袖 听见了乌利亚的话 王就想要杀他 乌利亚听见了 就惧怕 就逃往埃及去 约亚晋王打发人到埃及去 就是派雅各波的儿子 以利拿丹和一些人 同到埃及去 他们就把乌利亚 从埃及带出来 送到约亚晋王那里 王用刀杀死他 把他的尸体 泡在平民的坟地里 然而杀藩的儿子 亚西干却保护耶利米 不许人把耶利米 交在人民的手中处死 您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